大部份人都認同 世上第一宗Bitcoin、比特幣的交易 是發生於2010年5月21日 當時一名居住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電腦程式員 Laslo Hanyas 將一萬個比特幣送給一個在英國的義工人員 然後這名義工從Papa John 訂了兩個價值25美元的薄餅給Laslo Hanyas 因此 比特幣第一個真正有現實意義的價錢 為每個0.0025美元 2010年7月18日 全世界第一個比特幣的公開買賣市場Mount Gods 開始進行比特幣買賣 當時一個比特幣的售價只是大約0.05至0.06美元 在一年後的2011年7月12日 一個比特幣在Mount Gods市場上 曾升至最高約33美元 如果對比2010年5月21日 以買兩個薄餅的比特幣 每個為0.0025美元來計算 2011年7月12日 即約一年零兩個月後 比特幣已經升了13200倍 然而 到了2013年4月10日 比特幣在Mount Gods市場 曾一度升至約266美元一個 以0.0025美元一個的比特幣來計算 比特幣已經升了10640倍 及至2013年11月29日 比特幣在Mount Gods市場 曾一度升至約1242美元一個 對比當日的黃金價格 為每盎司1240美元 比特幣的價格 首次超越黃金的價格 成為世界上最貴的貨幣 對比2010年5月21日 的0.0025美元一個的比特幣 只是短短的三年半 比特幣已經升了496800倍 所以 比特幣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以來 價值上升最快的產品 並且對比所有現存的貨幣 比特幣是唯一發行量有限 而不斷升值的貨幣 像頭說作為資格的貨幣 為世界上的貨幣 反而不斷升值得貨幣 至少 的赴幣 它很花樣 sprouts 與字幕掌握 再做賺幣 想要需要 祝你 時